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现在我也下定决心就得去玩 活一天都少一天了 最近我就刚刚到欧洲去了一趟 过了几天人的日子 过了几天人的日子 我要特别讲讲这个感觉是为了什么 我先给你们咱们看看这个照片 我跟你说我去一趟 我都拍了4000张照片 我就是看不完 每次就是看不完 所以就随便找几张 咱们就给大家汇报一下 罗马 我这是找的相机最前头的几张 再看往下看 快一点 这是斗售厂 斗售厂里面 斗售厂的 看下边 这是街道 这种老黄墙 你就是看不完 富贵 美轮美奂 这是教堂 这是卡拉瓦桥 卡拉瓦桥的名画 咱们在画册上看了多少年的 原作在人教堂里 在人教堂里 你看旁边那大理石都漂亮 你瞧这个残柱 这个进去应该是大穹顶 然后那个阳光能够从那个什么照到 非常漂亮里面 再看下边 叫不出名字 橱窗这里边卖时装 再看下边 夜景 再看 你看是兴奋了 逮哪拍哪 逮哪拍哪 那真是目不暇切 再看 特别是罗马 对 特别是罗马 坊间堂 我觉得这真是 就是说是 这是拉斐尔 雅典学员 你看拉斐尔就在墙 就在墙上 再看下边 这也是拉斐尔 那个盛容显现 盛容显现 这是米开朗基罗的 圣伤 橘老师 你尤其看看背后那大理石 我发现在大理石 你得认意大利是第一 他就太漂亮 看着 米开朗基罗二十几岁的作品 这是 这是乔乔乔乔乔 不是 这个也是一个大雕塑家 大雕塑家 当时被人说腐败 就是弄的这个大 这个顶棚啊 太花钱了 这是圣彼得大教堂嘛 你看这是圣彼得教堂 前面广场上一个灯 我都这么爱他 你在下边 兴奋了 兴奋了兴奋了 这个 这是晚上 那这是这个这个 梵蒂冈吧 梵蒂冈再看下边 哎 这是那个狼柱啊 柱狼 他就这种 这是一种很特殊的食材 我就觉得很有意思 再看下边 这是圣天使堡 对 在那桥上 好像那个达芬奇密码 还是什么 过了那个河 去梵蒂冈的那个 桥桥堡 像这个地方 那个什么魔鬼和天使 还有那种达芬奇密码 那个作者 都这个都是都写到了 这这这拍电影没问题 来你再看啊 这是随便一个都是这样的 这就是个石头城 哎呦这个罗马的废墟 这就是哎 我觉得罗马人最会做废墟 是吧 他保存 他弄的 他保存 他那条路现在还保存着 对对对 看下那条路 对 会有很多非洲的新工作者 现在这个路边 嗯 你想想 这是一千年的 这个我就我就在想 罗马是什么造成的 我就老在想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 不是有句诚语 对对对 罗马真不是一天建成 都让人我们有拥挤的感觉了 人家这个保存的 这一千年的 石头的这种砖的 两千年 哎呦公元前就有了 对对对 而且他是现在来说的市政很难弄 想挖个地铁 想挖个跑两下不行了 碰到那个鼓祭了 就得圈起来 没错 他们保护的很好 他他他这点是非常叫人感慨 他中间有一个很大的浴场 一看去看的 不像豆兽厂还保存了挺好看的 那个浴场远看就是真是一般废墟 什么都没有 可是你要想想 这个差不多两千年了 意大利国家都天翻地覆多少次了 不管谁当权 都不能把它来开发 盖什么大的政治或者商业的东西 那多大的价值 就是说不是一代人 不是某一派的人 是多少代的人 多少派的人都有个共同 这个叫common sense 就是有个共识 就是说这些过去的石头是要保留的 这叫我感到 而且他从那么少开始来做这样的城市建设 都有艺术的眼光 审美的眼光 做到这个程度 然后一直延续下来 这个审美之延续不割断 不割裂 这让人很羡慕 所以这就让咱们不得不联想到 你要不是拍电视剧 你干嘛重建一圆明园呢 圆明园不就是很典型的废墟 你可以把现在所能找到的所有的 旧的这种一个柱头啊 一个什么 都弄一个这样的废墟公园 很有味道啊 这种老大帝国 这种斜阳啊 在欧洲整个回来 确实到了中国老的东西过去都没了 都一个一个全部消失 拆啊开发 这是很辛苦 我今天从长安街上这个过啊 我就带着这个从老欧洲回来的眼光啊 我才深深意识到啊 这个长安街上的这个十之七八吧 但不敢说十之八九啊 没有什么价值的 没有就是 也可能 这些建筑再过一百年又变成老的 也还可以 我还真不信 为我们留着一点点痕迹 我还真不信 现在能留下来的那些也不是现在造的 那也还是过去造的 那所以呢 我上次跟你讲过 你去欧洲呢 你不能先去意大利 对不对 你得先从什么英国德国那一路往南走 然后到了巴黎 再以后再去意大利 你要是先去意大利 你再看巴黎 看不了了 看不了 没错 太新了 对不对啊 你去了 你去了巴黎那么开心以后 你再去意大利 你才发现你看看 但是巴黎有巴黎的好 巴黎也好 那巴黎那是几百年前的好 那是两千年的好 那当然是不一样 不一样 是不一样 是不一样 但是就是这个罗马呀 说实在话 咱就看到 为什么我老觉得太富裕了 你看其实我后来我在这个梵蒂冈博物馆里看 老有这种太富裕的感觉 我发现咱层层还不低 我的感觉是文化财产的这个富裕 太富裕 我跟你说 你看了这个之后 几两千年前的文化 你会觉得就说咱们过去中国人的教育 当然是民族自豪感 你也喜欢 对吧 你说 你说中国文化天下第一 如果你非要这么说 我觉得脸皮有点厚 可是呢 当然咱们老祖宗的东西 如果是这个研究好了 保护好了 拿出来 在世界文化之邻中 不丢人 比最高水准不丢人 我觉得这个这么说 咱跟他不一样 咱跟他不一样 这是一个欧洲人跟我说的 中国人不在乎实际的东西在不在 中国人在乎的是那个精神 跟这个文化 这个句子 比方说你现在去山西 去陕西 你这个石头 像罗马的这个东西 还真是找不到 咱们这个挖墓史 都是一个历史的 咱们这有个墓 好好的 但是我们虽然看不到 那些实际的东西 东西都毁得差不多了 可是我们孔子的画 这些屈原的东西 小孩子随手都能 但这也是一步 意义大利的人不行啊 是吗 对啊 他们就在 西方人在乎这个实际 实证的东西 它非常重要 是这块东西是2000年前 还是是200年前 咱们这个不在乎 只要精神在 所以咱们的文化 是最延续性的 最延续性的 好像没有这么 没有夸那么好 你怎么说这个 我想起上次 跨过头了 你说这个 我想起中国人重精神 我想起上次是 听这个李敖 讲一个笑话 就过去他当兵的时候 我告诉你们 说过去当兵的时候 他们一个师长 每天要喊口号 他们要纪念这个国父嘛 应该说是 国父精神不舍 大家跟着我喊 结果那个首长呢 喊错了 说国父不死 然后旁边那个秘书 小声提醒 还有精神 还有精神 国父不死 还有精神 香江三言行 广告之后见 兵酒运古坊 配桃花春雪 采如极之水 会冤酒精 年份冤浆 以井贡酒 时间再前进 凤凤卫视记者 身处不同时区 注视同一新闻事件 焦点结构 深度探讨 每周一小时 以精确的时效 环球性的眼光 换算世界大势 环球直播室 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 文物不见了 精神 还有精神 文物被盗 还有精神 但是我恰恰觉得 现在连精神 现在死亡的是精神 精神更加危险 你说吧 就算是 咱们对比罗马 对比欧洲 也有东西在 能看到 而且拍戏很幸福 穿上衣服 就回到中世纪 回到以前 都不用摆了 我们这个拍戏 很难 都毁了 都现在想拍过去 没可能 要建基地 这些我觉得 都还是硬件 但我倒相反 我是觉得 一脉相承也好 或者我们现在 重新找到 我们对 像人家一样 重新来对待文化 对艺术 对精神 对哲学 对传统 真正的尊重 小帅 这个更重要 现在没了 你讲的很严肃 而且也比较雅 我有一个感觉 就是这个什么 就是所说的中国人的精神 很多时候咱们读书 听到的是知识分子 然后士大夫 中国文化的精神 实际上到底什么是中国人的精神 我跟你说 我现在到欧洲 我反而找到了这种中国人的精神 你知道 因为你在一个背景下 你看到了这个 不显出来了 这个是个什么精神 我用词是不当的 我找不到合适的词 也不是贬义词 我说 咱们真正绵延不断的中国人的精神 叫人气 这个人气 人气 这个人气 就是一种 有人赞颂过 说当年盛唐气象 就是中国人在一块 高红了大嗓门 闹闹嚷嚷嚷 你看这里一块 这个人气 你看我就说 像是我到法国 没感觉没出国 你知道吗 周围都是同胞 好家伙 那个百货商店 你知道吗 老婆爷 一楼到五楼 全是我国同胞 全是送钱的 我的天 我这次真见着了 在街上 他们原来听传说 排队的 我真见着排队 香榭里现在LV总店 去了没 那都不去了 我跟他说 LV已经给中国人 给 怎么说呢 做俗了 已经这样 现在是什么爱马仕 爱马仕也就在俗的边缘 爱马仕也不让进了 对 一些你不知道的牌子 咱们都已经开始排队了 他们那边做不下去的 就打到中国来做 而且我这个不会外语的呀 我发现到那你完全不用担心 每个商店里有个中国人 都为你们服务 都叫中国游客 都叫中国游客 你就说这个 哎 这个人气 你说说 是 他都这个LV 这个说都学会一句台词 就除了张子怡 就是您最骗了 是吧 是 这就人家 总结的特别特别对 但是呢 就这也是我们到了欧洲啊 你说 我觉得在罗马 在在意大利养眼 因为在罗马 他那个建筑结构啊 整个的城市 让我们一个陌生人一去那以后 不能马上适应 你看很好看 但你要去吃一口喝一口 拐木脚早就不好弄了 那个不方便了 到了巴黎 我觉得是养胃 你晚上走两步就咖啡馆一坐 就喝了咖啡 想吃点喝点 就特别特别舒服 但是你看起来 那个建筑 当然不如罗马那么扬眼 但是呢 就这两个过来之后 你还想中国 为什么 其实就人气 就是中国人呢 那么乍乍乎乎啊 人一多啊 到点 打个电话来吃饭 乎乎就来 也不用约 也不用什么 在那就是一对一 很严肃 约一下啊 见面啊 两个人呢 没话找话呀 你说的 其实时间长了 也难受的 你说的太好 恰巧引出我一个故事 我觉得过去说老实讲 我心里有点妄自菲薄 瞧不上中国人 觉得到哪的闹闹嚷嚷 可是这次我觉得啊 很多事情咱们可以做 比较文化的研究啊 因为我们碰到了一个事 我们这一行啊 去看朋友画展的 一行去了25人 都是北京去的 你们这个人气也够了 去25人呢 有俩人过生日 我们就要说过生日 后来就因为前一天吃西餐 他有了教训 你知道吗 就是说 这得找个中餐馆 不好吃也得找中餐馆 罗马中餐馆 还不好找 不是到巴黎 我就说到巴黎 只有中餐馆才能说 咱25个人 外国人没有怎么 做一块的 对吗 好 就定一中餐馆 定一中餐馆 然后大队人 马哗哗 我就说广东旅游团 就去了 一进去是个中餐馆 是吧 有这么小桌了 但是一看傻眼 他贴着墙 一个L型 一溜长桌子 一个对一个 一个对一个 跟那个相亲的似的 一个一个 跟西餐刷一样 你们25个人 就这么做 后来说一看 这我们怎么过生日 我们得圆桌 我们俩人俩人 这怎么办 最后人说 我们就只能是这样 俩人 那你们 你们怎么办 最后说不行 还得找一个 有没有圆桌 哎呦 那个巴黎的那个朋友 满世界打电话 圆桌 终于最后 找着了 这25个人 晚上11点才坐下来 就非得要 一个形式感 一个大厅 不是 因为只有圆桌 能满足 那么你离开那个餐馆 又换个餐馆 你离开了 没法 你现在中国人怎么过生日 两个人两个人 这不坐 一里地那么长 那最后 我就发现 中国人还得去圆桌 而且就哈哈 哈哈 就 也都是知识分子 你就 你就亏得还在巴黎 还有多中餐馆 给你这样选 你去另外的地方 没那么多地方 让你选 所以有一个词 我们中国那个词 英文就很难翻译 叫热闹 就人家 热闹这两个字 他没法翻译 lovely 外国人搞不懂 你这什么意思 根本中国人一听都明白 你这个地方好不好 不热闹 对不对 你这个地方好热闹 这两个字 就人家 hot noise 这个在他们听来 这是不好的东西 中国人就是不 你看啊 在这个临行之前 你记得啊 我在节目里 我还专门说过 我说咱们中国人 别给人家留下坏印象 我认为从一件事改起 就咱们声音小一点 但是现在呢 我必须要反省 因为我接着就去了 我发现是不可能的 你知道吗 中国人那样不痛快 按说我们那个都是艺术家 都是你不能说是没有教育的人 对吧 可是中国人跑到一个西餐厅 凑在一起 的确没法不是声音最大的 我现在发现不是你注意不注意的问题 就是甚至我就开始思考这个问题啊 我都思考到发音学 我觉得是不是说 你比如说英语和法语啊 好像他们是猴鹰 还是像张罕宇那个发音的那个部位 但是你比如说意大利人也容易声到 意大利人 但你看中国人是哪啊 不是猴鹰 中国人是丹田 中国人说话丹田发声 所以气不打上来 他是不是听不见 有没有这关系 还有可能是这个 比如说聚会啊 吃饭啊 一般那种习惯性的 就比如说在我在巴黎的时候 经常就是他们经常是一对一约 对 他们约人一般就今天说约多文涛 今天约徐老师 他一对一约好两人就坐下来 所以他们都小桌子 一人一份菜 聊一晚上 聊国家聊事聊什么的 他不可能说好几个人说 那你不尊重我 你到底要跟我约跟谁约 男女啊 男男都是谁 他们要有那个文化概念是三维多 对多分讲 他们都是一只二元 对 二元对 你看谈话节目 西方的电视节目里边 来来去去都是两个人谈话 没错 就算有三个人 第三个就不拍 还有他们也有他们热闹的概念 比方说罗马吧 最热闹西班牙广场 嗯 那我们就去 你知道那个西班牙广场斜梯 哇 大家都坐在那里 坐在那干什么 也不说话 对不对 就大家 全世界来的游客 都对这个西班牙广场 就这么斜斜坐 这是他们的热闹 嗯 那中国人也也别扭了 坐在那干什么 看什么呢 又没什么好看 你看中国人也要想 我们的热闹的概念不一样 他们要是真也有这个大party 你发现没有 他们一般就是酒会 都站着 然后不同的 两个桌子聊 桌子聊 还是二二 对 咱不行 咱都得坐着 再一桌子 而且上菜啊 不能那么慢 一会儿来一下 一会儿 咱得得全堆着啊 就这么吃 痛快 跟这个有关系 我觉得 人一多吧 你说话 声音自然就放大了 而且人一多啊 那个气还剩 没错 就气就提起来了 你看一个人去 我们要中国人 一个人到商店里吧 坐那吧 你就你就衰了 气不衰 气不衰 没错没错 几个人一上 啊就就上去 但是 脑袋就晕了 没错没错 但人性还是有相通的地方 你看那斗瘦场 它就是个圆的 那就是另一种热闹 你去蓬佩没有 蓬佩那个 那个挖出来的体育场 跟现在的体育场 一模一样 我跟你说 这些人性 还是有相通的地方 咱们当年罗马 是什么样不知道 但是我从一些迹象发现了 有可能今天的中国人呢 有点像 古罗马 那个斗瘦场上的观众 像那种人 微观暴力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这是一个时代的青春记忆 风花雪月 白衣飘飘 它为何轻轻地来 又缘何轻轻地走 一代青年的迷茫与求索 二十年来有关光阴的故事 一同归宿校园民谣的起落沉浮 寻找一段与青春有关的日子 青芒 校园民谣再回首 星期一至五 凤凰卫视中安台 核心科技就在格力 格力变频技术 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 让节能舒适 一路领先 一赫兹 好变频 格力 掌握核心科技 所以我在欧洲看到的是 是热热闹闹的 中国人的这个人 人情 当然 要不要管他们怎么看咱们呢 要管 我觉得还是 就其实我觉得有时候不好意思 就有时候没看 哎呀 那个闹了通通的 然后又说 有一点不好意思 我是有这个 这个心里有点不好意思 就稍微的压一点 稍微的低点 更紧 但那后来我想想呢 他们也难 一个团过去 这么多人 从来没有 很少出去 或者一出去以后 那些大妈大姐啊什么 那他不知道 意识不到这个问题 说佳华声音大呀 买东西 你想他们也困难 你偶然买个东西 他很优雅 我们的区域上不容易啊 所以大带小带 你想拿着姿势 就不会好看 走路有急 赶紧拿那个上车 那刀下一站了 人自然就慌嘛 而且我现在 你想 我在佛罗园上 有次我们吃饭 在那里吃菜很好 旁边那一对 意大利的夫妻 就看不过了 就说 他就把他桌上的葡萄酒 送给我们 为什么 他觉得你吃这个菜 不喝酒是不对的 他说我一家人三个 他就把他的葡萄酒拿来给我们 我后来再一发现 没有人不喝酒的 就是吃这个东西在那里 你没有习惯 就是一定是有酒 其实每个文化都有他自己的一套 所以最近他们跟我说 你知道吧 文艺青年 普通青年 这个二什么青年 不知道 二弟 他们给我举个例子是这样吧 就文艺青年 比方说这是一个咖啡杯 这个有个勺吧 文艺青年就是 就这样 这样他也不喝 就这样挑 普通青年就这样拿上来喝 对不对 二什么青年 二弟 拿一条 这到底有没有一个礼节的规范 我正在想 虽然是开玩 我们去欧洲 我们常常想 我们别做了什么二青年 还是有的 我觉得这个礼节 比如刀叉 先吃什么 或者什么冷菜 有好多 我第一次去 比如说凉菜上来的时候 有时候我光顾说话 第一次凉菜 你有时候不吃 就后来发现不对 就大家吃完之后 还聊天 但是看着你 等你 你第一次拿后面就不上来 不上 对你得吃完 人家厨师一看 你上完了 下一道菜 热菜上来 所以我说 你看 不对了 赶紧吃了 吃完之后 人家第二道菜上 这方面 对 而且喝 你说喝红酒 喝干白那些 它是一个基本的 就像我们上来 有好多年轻人喝可乐一样 它基本的 他们都长大 我们中国人泡茶 你上来 你说我茶也不要 这不像话吧 对不对 我很长时间就弄不清楚 这个刀叉 从外面到里面 有一次吃饭 有个外国的女士 看着我 她有点害怕 她是惊讶的表情 后来我说 为什么呢 她说 你把刀子往嘴里插 每次 我觉得挺帅手 她说你把刀往嘴里插 挺文明一个 什么文艺青年 这个真是没办法 还有一个 但是你看 比如点菜 我听到一个 他们讲的一个 传过来一个段子 在网上 也挺好玩的 就是说 中国人点菜 就为什么人气 当时就有钱了 我张了 我到那 在德国 点菜 空空空点了好几个 那个菜 两三个人吃 吃不完 就是浪费 别人老太太就过来了 一个客人就过来 说你们为什么 点那么多菜吃 为什么 管得着吗 我们有钱 买菜 我们还吃不了 这是我们买的 花钱买的 对不起 钱是你们的 但是这些东西 资源是公共的 地球的公共的 你有钱 你控制一下 你这样的话 你有一个合理安排 这概念 我觉得也挺好 其实在 深藏的公共 接着想来为您播出 既有何怪 文明戏性 在碰撞 就在碰撞 咱也不说 谁好谁坏 是吧 也不说中国多坏